宗徒大事录 第十六章 宝露来到了德尔贝和里斯特拉 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蒂茂德 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 父亲却是希腊人 在里斯特拉及伊科尼雍的弟兄们都称扬他 宝露愿意他随自己同去 为了那些地方的犹太人的缘故 带他去行了戈筍礼 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 当他们经过各城时 就将宗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议定的规条 交给他们遵守 于是各处教会信德稳固 数目天天增加 圣神既阻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里基亚和加拉达地区 到了米西亚附近 想往比提尼亚去 可是耶稣的神不许他们去 所以绕过米西亚 下到了特洛阿 夜间宝露见了一个异象 有个马其顿人站着 请求他说 请往马其顿去 援助我们吧 宝露既见了这异象 我们便推知是天主 召叫我们给他们宣传福音 便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 我们从特洛阿开船 一直航到撒摩拉克 第二天到了奈阿坡里 从那里到了斐里伯 这是马其顿一区的首城 罗马的殖民地 我们就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安息日 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 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祈祷所 我们遂坐下 向聚集的妇女讲话 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 名叫李迪亚 是提亚提纳城卖紫红布的 她一直在听 主开明了她的心 使她接受宝露所讲的话 她同她一家领了喜 便请求说 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 就请到我家去住 碎强邀我们去了 当我们往祈祷所去时 有个赴占卜之神的女孩 向我们迎面走来 她行占卜 使她的主人们大获利润 她跟着宝露和我们 喊叫说 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 他们来给你们宣布得救的道路 她这样行了多日 宝露就厌烦了 转身向那恶神说 我因耶稣基督之民 命你从他身上出去 那恶神即刻便出去了 他的主人们见自己获利的指望已去 便揪住宝露和希拉 拉到街市上去见首领 又带他们到官长前说 这些是犹太人 他们扰乱我们的城市 竟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 也不能遵行的规律 群众齐来攻击他们 官长就撕下了他们的衣服 下令用棍殴打 打了许多棍之后 就把他们压在尖里 吩咐狱警小心看守 狱警领命就把他们下在内尖 又在他们的脚上戴上木家 约在半夜时分 宝露和希拉祈祷赞颂天主 囚犯都侧耳静听 忽然地震大作 甚至监狱地基都摇动了 所有的门立时开了 众人的锁链也解开了 狱警醒来 见监门全开着 以为囚犯都已逃走 就拔出箭来想要自杀 宝露大声喊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还都在这里 狱警要来了灯 就跑进去 战力发抖地 俯伏在宝露和希拉面前 然后领他们出来说 先生 我当做什么才可得救 他们说 你信主耶稣吧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 他们就给他和他家所有的人 讲了主的圣道 当夜在那时刻 狱警就带他们去喜商 他和他的亲人也都领了喜 遂又领他们到自己家里 摆了宴席 他和全家因信了天主 都满心喜欢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侍卫来说 释放那些人 狱警就将这话报告给宝露说 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 所以现在你们出来 平安去吧 可是宝露向他们说 我们是罗马人 还没有定罪 就公开鞭打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街里 现在却要秘密地赶我们出去吗 绝对不可 他们得亲自来领我们出去 侍卫就把这话报告给官长 官长一听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起来 所以来向他们说好话 领出后 请求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监狱 就进了李迪亚的家 会见了弟兄们 鼓励一番后 便启程走了 请不吝点赞 wasted 感谢观看